小兔的生日礼物 好吃 老公 我问你 你记不记得下个礼拜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交水电费的日子 对 那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 老婆 老公 你忘了这个月的工资你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是啊 好吃 想起来了 是不是很重要 对 下个礼拜的今天是我们俩结婚5年05个月05天的纪念日 怎么样 老婆 我的记性不错 什么跟什么 哪个礼拜的今天 明明是图图的三岁生日 对 瞧我的记性 过生日 是不是要吃好吃的东西 那是当然了 好棒 图图今天就要过生日 生日每年只有一天 一定要到了那天才能过的 不过你可以告诉妈妈你想要什么礼物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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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想好了吗 说吧儿子想要什么 图图不要贵的礼物 也不要买来的礼物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兔兔 你再说一遍 兔兔不要买来的礼物 小脸 这是真的吗 英俊 是真的 他们的儿子终于懂事了 小脸 爸爸妈妈 你们把兔兔带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给兔兔最好的礼物 太好了 我们的儿子长大了 可是兔兔 你到底想要什么礼物 兔兔要 说吧 孩子 要妈妈给兔兔 行行 快说 兔兔 上一个哥哥 不用太好 只要想撞撞哥哥就是 兔兔 兔兔 妈妈刚给你生了一个哥哥 兔兔 你还太小 不懂 听爸爸告诉你 只有先生出来的小孩才能当哥哥 你看 撞撞今年五岁了 他比兔兔早出生两年 所以是哥哥 还有小美 比兔兔大三个月 所以她是兔兔的姐姐 小豆丁比兔兔生得晚 所以兔兔是她的哥哥 他是兔兔的弟弟 明白了吗 所以妈妈已经生了兔兔 就不能再给兔兔生哥哥了吗 那就随便生个弟弟好了 不行 这个礼物妈妈没法送 赶快把饭吃完 然后刷牙洗澡 上床睡觉 兔兔兔兔 我是小孩子不可以提无理要求 妈妈撒谎 妈妈根本不会生小孩 还骗人 妈 先喝点什么 欢迎光临小朋友宠物商店 快来看看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名贵的宠物 任你挑拳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哥哥 小朋友想抱抱他吗 好 大家过来看 这孩子笑得多开心 什么是美好生活 这就是美好的生活 伯伯 小狗狗可以做弟弟吗 当然可以了 小朋友 狗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你一定希望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弟弟 那就快点让你妈妈给你买一只 妈妈 妈妈走丢了 图图 你跑哪儿去了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 多可爱的小狗 这是纯主的狮子狗 给你的孩子买一只 给孩子买一只 买一只 这都是个好主意 送妥妥一只小狗当作生日礼物 拿好老板 多少钱一只 不贵 不贵 才卖这个数 50块 真的不贵吗 你误会了 是这个数 500块 500块怎么能买到一条纯种狗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5000块 什么 图图 给妈妈回家 听话 给妈妈回家 来 图图 要弟弟 妈妈 我要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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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多丢人 多丢人 图图这孩子也许真的太孤单了 小丽 你别着急 让我好好的想一想 对了 我怎么早没想到 老婆 放心 图图的礼物包在我身上了 俗话说得好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流成印吗 别担心 老婆 你就放心的睡吧 身为一个男人 还就得有点应变能力 对吧 小丽 小弟弟 红红的好像很好吃 怎么搞的还不回来 今天可是图图的生日 还等着他带礼物回来 再吃一个也没关系 图图 爸爸回来了 看图图 爸爸给你带来什么礼物了 礼物 图图 老公 这脏气息的是什么东西吗 是图图的生日礼物 图图 快点打开 是活的 小猫咪 儿子 这只小猫是爸爸特地从乡下爷爷那儿抱过来的 图图 这个礼物你觉得满不满意 满意 谢谢爸爸 我看这只小猫好像饿了 有了 猫咪最爱吃的就是鱼了 图图 你看着 吃吧 很新鲜 猫咪想吃蔬菜 什么嘛 别胡说 图图 哪有猫咪爱吃蔬菜的 对吧 看来爸爸我挑的小猫咪还真的与众不同 有意思 这小家伙不光长得怪 脾气也很古怪 怪猫咪 猫咪怪 猫咪的名字就叫小怪好了 真是个好名字 不错 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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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 爸爸 小怪听得懂图图的话 是吗 小怪才三个月的 你要好好照顾他 知道了吗 三个月 小怪比图图小对不对 对 对 那小怪就可以做图图的弟弟咯 当然可以啦 图图太好了 你现在有弟弟咯 图图有弟弟咯 太棒咯 小弟弟来呀 对 对 对我呀 老公 太好了 老婆 没什么 是我一个男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怪 你比图图小 是弟弟 图图是哥哥 小美是图图的姐姐 也是小怪的姐姐 庄庄庄庄哥哥最大 他也是小怪的哥哥 大 多聪明 多聪明 小怪 有礼貌 叫哥哥 快叫哥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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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需要的不是最贵的玩具 而是最好的伙伴 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的礼物 图图爱你们 说出来有点难为情 拜拜